你知道吗,最近有一个人在金鸡奖上大放一彩 不仅拿下了男配角的提名,还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上无数人为他惊叹和喝彩 他就是我们的国民男神,王一博 首先,我们要说说王一博的红毯造型 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穿了一件黑色的西装 搭配了一条红色的领带 简约而又时尚,完全符合他的气质和风格 而且,他的发型也很有特点,把头发梳到了一边 露出了他的额头,显得更加清爽和帅气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颜值真的是无敌的 让人一看就忘不了 王一博不仅在红毯上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还在颁奖典礼上多次出现,提名了最佳男配角奖 他的演技和作品都得到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认可和赞扬 他凭借在电影《冰与火》中的精彩表现 展现了他的实力和魅力 让人看到了他的进步和成长 王一博在金鸡奖上的表现 不仅让他在演艺圈有了更高的地位和声誉 也让他在商业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据悉,王一博目前已经代言了多个国内外的知名品牌 包括服装、化妆品、饮料、手机等等 他的广告效应非常强大 能够带动消费者的购买欲和信任感 为合作者和自己实现共赢 而且,王一博还走了国民度路线 代言了国货偏向主色调的作品 将流量回馈到国家,肩负社会责任 他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赞赏 成就了国货品牌的崛起 助力了多个品牌取得了显著的商业成绩 王一博在经济奖上的表现 也让他的名字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存在 受到了各行各业的夸赞和关注 不仅有媒体和网友对他进行了热议和报道 还有一些网友们对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他们认为王一博是一个典型的成功案例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打破了流量明星的标签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实力 他不仅在演艺圈有成就 还在商业领域有影响力 是一个多方位的艺人 也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众人物 他的这种形象 也给了很多年轻人和同行一个榜样和动力 让他们看到了成功的可能性和希望 王一博在经济奖上的表现 无疑是一次完美的展示 也是一次重要的转折 他不仅让自己的名利双双 也让自己的商业价值和国民度大幅提升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有实力 有魅力 有格局 有责任的优秀艺人 也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尊敬 他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精彩和辉煌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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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